我們如果要把它完成的話應該怎麼做 我先把這些先刪掉 一樣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VBA我先DEMO一下 第一個就是先輸出什麼 輸出1到22 第二個再輸出這個 有沒有全部的數字 再來第三個就是加上這個MID 結果就OK了 這個概念其實跟剛剛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來分別完成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我先把它刪掉 那如何寫VBA 其實第一步的話一樣 我們就是先怎麼樣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然後名稱的話叫三字經好了 OK 按Enter OK 那這樣的話就多一個Sub 再來我們分三步驟完成好了 我就覺得你一個步驟寫出來 你可能會覺得太困難 那可是分三階段我想應該會簡單很多 第一階段就輸出1到22 那怎麼寫 這個地方一樣 其實你會發現 跟剛剛9988蠻像的 for 我的習慣橫向就追 for 追 等於幾個欄位 1到8 所以1到8就可以 1到8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好 那中間的話呢 前面是輸出 哪個儲存格 你就打一個Sales 那一定是第一列啦 Sales一定是先RAW 哪一列第一列 那哪一欄 哪一欄就是追欄就對了 OK 所以輸出的話呢 它就是1到8欄 等於 等於什麼 等於1 所以跟剛剛概念差不多 1加上多少 後面Column其實你可以轉換成J 其實J就是Column J-1 有沒有 然後把它刮弧之後有沒有 然後乘什麼 乘3嘛 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個概念一模一樣 只是把J換成是Column 這樣子 就OK了 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應該執行結果 有沒有 1到22了 應該沒有問題吧 你說老師它下面怎麼辦 一樣 因為我們會需要一個列 列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加一個什麼 跟剛剛那個90版本蠻像的 因為我們是1到59列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複製好了 好 複製上來有沒有 按一個TAB 把它改成forI 等於1到59列 這個其實我 我覺得跟剛剛打那個 九頭表其實一模一樣 這個一樣 把這中間的這個for回去 按個TAB 讓它縮排 所以它的範圍就是1到59列 然後呢 1到8欄 用I來決定欄 用J來決定欄 所以這個列的話 等同就是剛剛的Raw 所以後面的公式 我想你應該就會寫了 加上什麼 剛剛不是什麼 Raw-1 所以Raw是I I-1 然後刮虎起來 乘上多少 剛剛不是有 乘上24 因為E 下一列就24 剛剛公式好像有嗎 這個剛剛才寫過 這個乘上24 所以其實只是把Raw改成I Column改成J OK 其實 概念一模一樣 好 那我們把這個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不對 我少改一個地方 因為E忘了改了 改成什麼 改成I就可以了 不然它每次都輸出到第一列 OK 它一定是第一列 然後下一個變第二列 下一個變一直到59列 輸出應該結果OK 執行 有沒有 有了 有沒有 好 第二個階段 不是剛剛一模一樣 所以第三階段的話呢 那再來就是加一個MID 加哪裡 其實我們剛剛是先剪下對不對 然後再放MID 其實也不用啦 我是就直接在它的前面有沒有 打一個MID 錢刮虎 那因為MID需要三個參數嘛 第一個參數是你的資料來源在J1 那怎麼可以指向J1 我是建議啊 如果固定位置用Range 不用Sales Range 錢刮虎 J1 這樣子就是J1的儲存格 Ado點 還沒結束 OK 所以有三個參數嘛 所以第一個是MID 然後它的位置在J1 取資料對不對 那記得啦 這個J1你說要不要加錢的符號 其實也不用 這個就是絕對位置 所以不用像剛剛公司要加錢的符號 豆點就是它從第幾個字開始取資料 那不改 還有第三個 豆點 有沒有 Lax有幾個字啦 有沒有 長度的意思 三個字 然後後瓜糊一下 記得後瓜糊打一下 好 理論上應該就OK 所以其實 第三個步驟其實就多加這些 這個 還有這個 原來中間就是 第幾個字的意思 OK好了之後有沒有 那你就把它執行 不是OK的 執行一下 有沒有 完全沒問題 你會發現這個跟90%標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 其實也概念差不多啦 所以往後呢 如果假如說呢 你要做差不多的事情 其實概念我覺得這一招 這個可以套用在非常多的地方上面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結果給跑出來 那就完成這個練習了 不過這個跑出來的結果啦 當然喔 我們假如說要拿它來做幾件事啦 比如說第一個 我希望 統計一下 因為我現在還蠻喜歡用量化 因為說真的 到底三字經最重要 最想表達的是什麼 當然你有時候 就是說你作者已經沒辦法問啦 所以你不能把 到底作者是誰 可能還沒 應該 歷朝歷代 可能又會 所以你不知道 那怎麼辦 那我們可以把它的 裡面 所有的字 把它取出來 不過好像 看起來 約這個字好像 會出現很多耶 約約約什麼 這個好像 所以如果假設它那個是一個 可能無關緊要的一個字的話 可能拿來統計 也許你可以把它略過吧 OK 我們可以抓出 它哪些字出現的頻率是最高的 我想知道哪個字出現最多怎麼辦 所以如果假設 你如果假設想要做一件事 統計它的字數的頻率的話 那這個時候跟各位講 你就不能把它放在八個格子 你就變成說你要一個字放一個格子 所以如果假設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要統計字數 變成你要把人放一個字 字放一個字 那就比較簡單的 一直往下排 那你要統計就很快了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個VBA這個比較難 所以我有把三個階段的程式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第20頁的地方 這個是第一個階段 我後面這邊有加1加2加3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對嗎 對嗎 沒有 對嗎 但對嗎 如果在玩偶太 也要按照